重大新闻 重大新闻 高冷医生白起 化身吃醋小狂人 心酸现场 简直惨不忍睹 林夏同学联手 宝藏男孩沈醉 上演了一系列恩爱情景剧 看到我们的白起医生 是咬牙切齿 林夏深夜未归 等待在家的白起同学 思绪万千 非常之担心 却连看书的心思都没有了 看啥书呢老板 都看一天了 咋还在看目录呢 这气氛果然瞬间 尴尬了起来 想不到就连陈文的白医生 居然也有这样的 低智商时刻 大家可要拿好镜头 快快记录下来 而就在我们的男主 望眼欲穿的时候 林夏小姐姐终于回来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连串的甜蜜暴击 砸在白起的脸上 拥抱摸头抓下巴 秀恩爱三部曲 全齐活了 接下来的场面 请单身狗们速速回避 千万不要被误伤了 白起同学 已经快要控制不住 体内的洪荒之力了 并且这个醋痰子 很快就要爆发了 因为大家隔着老远 就能闻到一股 令人窒息的酸味 而这个不稳定的炸药筒 在经过林夏小姐姐的 恩爱言语刺激后 真的爆炸了 当然这点刺激 是不足以让我们的白衣生 失态的 但生命不息 自我死不断 临下沈罪两位好演员 再次在厨房上演的恩爱戏码 让我们不由得 为白起同学默哀一分钟 明明是三个人的世界 为何我们白起 却是孤单一个人 成熟稳重的白起吃醋了 观众的青春也就结束了 伴随着白衣生的一张 充满醋意的脸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知道白起更多的有趣资讯 赶快关注 横来见吧